王妃为了参加谢霆锋母亲 迪波拉67岁的生日聚会 经过长时间的精挑细选 尽心为迪波拉准备了一对手镯作为生日礼物 虽然手镯精美无比 可却远没有张柏芝带来的礼物讨人欢心 在聚会上迪波拉收到王妃的礼物后 当即就带上了还反复欣赏 看得出来迪波拉很喜欢这个礼物 王妃健壮也很是开心 但谢贤却始终只认可张柏芝这个儿媳妇 因为张柏芝给谢霆锋诞下两子 而且王妃还是离异 还比谢霆锋大了11岁 但是迪波拉却是比较喜欢王妃 一方面两个人性格相仿 日常交往很轻松 另一方面因为谢霆锋很喜欢王妃 两人又正在交往 所以虽然王妃没有给谢家诞下一儿伴女 可迪波拉也很在意王妃 有传言迪波拉和张柏芝的婆媳关系一直不融洽 就在大家都猜测张柏芝会 带来什么样的生日礼物的时候 没想到张柏芝两手空空 一手一个地拉着两个儿子前来赴宴 虽然没有名贵精美的手镯 但却带来了出乎所有人意料 让迪波拉欢喜雀跃的礼物 迪波拉在看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后 开心的前仰后合赶忙上前抱住孙子 与孙子玩耍起来 这也说明了这个礼物在迪波拉心中的分量 虽然有传言说迪波拉和张柏芝的婆媳关系不好 但迪波拉生日会的时候 张柏芝能带两个孩子前来赴宴 讨老人欢心 看得出来也是很有心了 张柏芝好母亲的形象虽然早就扎根人们心中 但现在看来她不光是个好母亲 还是个好儿媳 不知道大家怎样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 关注收藏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